怪手忙着将拆除的砖墙沃尔长海移除 这里是基隆市最早的戏院之一大华戏院 日据时代就有这栋建筑 最早是露天戏台专演歌仔戏 后来改建为专造房屋放映电影 对当时缺乏大型娱乐场所的基隆来说 是重要地标 在560年代曾经风光一时 大华戏院是我们文安里大家共同的记忆 他听老一辈的在讲 日记时代就有的 用竹子边大概的一个野台系的戏台 那到了第一届 我们文安里第一届里长 他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 那到了光复以后 才正式用砖盖的变成一个电影院 是早期我们最早的电影院之一 那当时我们小时候这边是大家共同的记忆 就是看电影不要钱的都从后门进去 对于小时候经常溜进去看电影的戏院被拆 当地居民觉得很不舍 忙着用手机拍照留念 也有居民认为这栋旧建筑已经荒废许久 拆了以后改建大楼 对地方未来发展是好事 那时候比较好奇 都会跑到这边看 看了以后就慢慢的 对这些戏院产生的感想 就比较有感触 后来大大的慢慢的没落了 戏院就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又金融市的戏院都没有了 所以想到这大法戏院感触很多 尤其都是住在附近的 所以小时候都在那边逛来逛去 有时候在他们戏院买票的地方在那边绕来绕去 有时候都装了小孩子 比较矮小的不用票的不用钱的 直接钻进去 又被老板在后后又拉出来 觉得以前的事情很好玩 一两次我们兄弟们都轻轻轻轻轻的 做一次来来这里看 对不对 他贴婦一贴 我们都差不多来看一贴两贴 一贴 少一贴 现在跳跳你会觉得很高兴吗 没感到 他这已经一段时间都已经没做了 没用力了 以前刚刚开始就好了 这一刻没什么感觉 这么久了 这一刻跳跳起来 用东西整顿起来 对地方是不错的 由于大华戏院位于南农路与金融路口 离著名的金融庙口夜市很近 据了解 建商共花了一亿四千一百万元 购买这块两百四十多瓶的土地 计划要该住宅大楼 未来建安每瓶 渴望开价三字头以上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金融报导